那么上节课呢我们看了LS 也就是第一个命令 那么第一个命令呢 它有好几种用法 主要呢有三个选项 那么三个选项我们再来过一下 第一个呢是L L表示列表形式列出 第二个呢叫A A表示显示隐藏文档 第三个呢表示H H表示以可读性较高的形式 进行列出来 三个 然后这地方刚才有同学问 说这个老师这地方能不能一起用啊 比如说这个LAH 可以啊刚才说过一次啊 我说这个地方可以用 但是这个A呢咱前面试过了 我们不是想去试这个A了 其实我现在更想去试这个H 而H要显示大小 但是如果直接说H 它并没有大小 所以我们要用L 所有人都用L 然后这个H和L这个顺序呢 其实也无所谓 虽然前虽然后都行 但一般我们会这么写啊 所以以后的话大家写的时候呢 也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就行了 选项的顺序呢 是无所谓的 现在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命令啊 第二个命令呢叫PW命令 那么PW命令呢 一看到这个命令 可能最先容易想到什么 最先容易想到password的 但其实不是啊 它跟password的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那这个PWD表示什么含义 那么先来看一下它的用法吧 它的用法很简单 这个应该是我们和上面一个命令 比较最简单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参数 就PWD 就PWD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含义吧 它含义比较什么意思 它的含义呢 这个命令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英文全评啊 叫Print Print WRK Working DIR ECTY 这时候再来翻译一下它中文吧 打印当前工作目录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它的用法比较简单啊 就这一句话 行 那么之前一下 那么现在在哪啊 是不是在跟下呀 好 那我输入PWD PWD 按下回车 它就告诉我啊 我再跟下 行 那我现在挪一下 我跑到ROOT下面来 跑到ROOT下面来 然后呢 PWD 走 刚ROOT 行 那么这个的话啊 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啊 通过PWD 来打印我们当前工作的 它是个完整路径 还是相对路径呢 绝对路径是吧 那么绝对路径 不就是很完整的命令吗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就很有用了 那为什么有这个命令呢 其实有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是在做一些软件的配置的时候 经常会要设置到路径 那假设我的这个软件在我这个根部录下 但是呢 我又不想我自己手写这个路径 哎 这时候怎么办 我就可以PWD 然后呢 打印出来 然后复制 然后再到那个文件里面去粘贴进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写命令了 还比较方便的啊 所以PWD呢 就这个作用 它打印我们当前的工作路径 就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呢 是比较好记的一个命令啊 什么参数和选项都不需要去记 就PWD 光秃秃的 知道它的含义就行了啊 叫Printed Working Directory 打印当前路径啊 这是第二个 Working不是正在工作的吗 正在工作的就是当前的啊 这第二个 这样那么接下来看第三个命令 第三个命令呢 叫CD命令 CD命令 这个命令呢 和上面两个命令相比较的话 也算是比较简单的啊 它是居中的那一个啊 虽然难呢 也不难 说简单呢 的确挺简单的啊 但是没有PWD简单 PWD一定不能再简单了啊 那它这个命令是干嘛的呢 那么先来去说一下这个命令啊 这个命令叫CD命令 CD命令呢 同样这个命令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英文给它全补上 Change Directory 改变目录啊 改变目录 或者说切换目录 也可以啊 也可以 所以它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切换我们当前的工作路径的 作用 是用于切换我们当前的工作目录的 这是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语法格式呢 很简单 既然说你要切换目录 那是不是得告诉他 你要切换到哪去啊 所以语法就是CD加上我们的路径 所以以后在讲命令的时候 但凡没有强调说是绝对路径 还是相对路径 如果只写一个路径 就表示既可以是相对 也可以是绝对啊 这个一定要知道啊 所以我在地方呢 只写一个路径 也就是说这个语法 它既支持绝对路径 也支持相对路径 只要你的路径写对了 那随便切啊 这个它的一个语法格式 行啊 语法是这么一个写法 那么现在呢 我来个小的案例啊 小的案例 案例 案例例如 我们当前的工作路径呢 这地方有两个窗口 我把它关掉啊 把它关掉 这个呢 一个都关掉 当前的工作路径 是在根下面是吧 接下来我要切换了啊 切换啊 当前啊 在这个根下 哎 我们呢 需要使用绝对路径啊 切换到 我这里面有个叫 Ninux123 哎 但如果说各位里面 也有Ninux123 那也可以写这个 如果没有Ninux123 那麻烦你换一个 别的路径啊 不要用我这个路径啊 都行啊 或者说我再换个路径吧 我不用这个了 我用一个通用的路径 叫USR Local 我切换到这里面来 这个路径呢 大家应该都有啊 使用绝对路径 切换到这里面来 行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哎 我应该怎么去写 CD 绝对路径是吧 所以空格杠 USR Local 是吧 哎 Local后面这个杠和加不加 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啊 所以这个加不加都行 如果你习惯加 那就加 不习惯加 那可以不加 这个无所谓 嗯 好了 走 切换过来 切换过来了 因为我们看到了 Local这个标记了 是吧 但如果你不放心 也没有关系 我们刚学过一个命令 叫PWD嘛 是吧 来检查一下 是吧 没问题啊 行 那么这个案例呢 就可以了啊 通过CD命令 来进行切换 切换后面加上个路径 哎 然后呢 就切过去了 前提是你这个路径得写对了啊 写错了 那就被定了啊 这是第一个小案例 行 那么再来第二个案例 刚好把我们前面的这个相对路径啊 这个东西呢 再给他回顾一下 案例二 那么当前呢 哎 我们在这个叫 根下面的USR 下面的LCL Local下 哎 我们需要呢 使用相对路径 哎 切换目录 到哪去呢 啊 这时候呢 我来切换到 找看看啊 找一个 目录 嗯 MNT下面没东西啊 那我就切换到 Home里面去吧 啊 就切换到Home里面去吧 嗯 那么切换到Home目录下的哎 Ninux123用户 加目录 这是第二个命令啊 第二个命令 行 那这边的话 来看看我们这个路径该怎么写 注意这个审题啊 要求是啊 相对路径 CD摆在前面 行 那么相对怎么去找 那么在初期写的时候呢 就是建议呢 还是按照刚才我们一开始的那种写法 就是说我先去找一下 先去找一下 USR 然后下面的 Local 哎 Local Local在这 行 那么现在在这 是吧 哎 我们要 找到 Home目录 Home目录在哪啊 是不是在根下面的 那怎么样到根下面去呢 先来个 点点杠 是吧 CD 点点杠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是不是把它给关了呀 哎 是不是到哪了 到USR了 然后在干嘛呀 哎 再点点杠 到哪了 就把它关了 是不是到根了 根下面找 找谁啊 找Home 再找谁啊 Ninux123嘛 是吧 哎 走 检查一下 没问题吧 哎 没问题啊 哎 这个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啊 一定要知道啊 该怎么去写点点杠啊 和点杠 以及杠三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好 那么这个语法呢 哎 就是CD的一个使用语法 那么CD的话 这个路径啊 它是必须要带的啊 如果你不带的话 你也切不走 你也不让我哪切 所以这个路径呢 肯定是要带的 不带不行啊 不像上面这个LS LS这个路径呢 你不带没关系 哎 不带的话 我就用自己就是了 哎 不带用自己就行了 但是这个CD啊 不带的话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这个CD啊 一定得带着啊 一定带着 嗯 行 那么这块的话啊 就这两个案例 那么额外呢 还得给大家提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有点特殊 啊 有点特殊 这个呢 我们补充一下 啊 补充 那么在 Ninux中啊 有一个 特殊的符号 哪个符号呢 叫波浪号 啊 叫波浪号 那么这个波浪号干嘛呢 它表示我们当前用户的加募 怎么切过去呢 啊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CD 波浪号 按下回车 就OK了啊 啊 切换的方式 啊 切换的方式 就是输入在命令里面呢 输CD 空格 波浪号 这个波浪号怎么按呢 Shift加我们键盘 TAB上面的那个键 也就是ESC下面那个键 啊 就是一边上的那个啊 不要按错了 CD 波浪号 哎 就可以呢 进行切换 快速切换到用户的加募录 注意是当前用户的加募录啊 哎 不是别的用户的加募录 是当前用户的加募录 不要切错了 CD 波浪号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去输啊 杠号 下面什么什么啊 或者说杠root了 直接CD波浪号 它自动识别 你属于 哎 哪一个用户啊 在这里面怎么变成了 横线了呀 感觉 还是不能加粗啊 一加粗就变成横线了 行 来试一下 那么当前是不是在 004123的加募录吧 那么当前登录的用户是谁 root是吧 行 那我们CD 波浪号 走 pwd 没问题吧 哎 所以不需要去输杠root了 这个方式是很方便的 哎 刚好是这地方也是波浪号啊 哎 对 就是这个原因啊 就是这个原因啊 为什么可以出波浪号 就这原因 啊 用这种命令切的话 还是很方便的啊 行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CD命令了 也是用的 比较频繁 那个命令啊 他呢 能够切换你的当前的工作路径 点点里面如果没有干文件 点点杠是表示目录啊 目录里面有没有文件 跟能不能打开这个目录 有什么关系吗 目录里面可以是空的啊 空目录的话可以打开的 那你是不是指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我这个 现在在根下面 然后你再点点杠 是这意思吗 上不去了啊 但是他不会报错的啊 因为这个根已经是最顶层了 你还想上去啊 上不去了啊 行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三个命令啊 叫CD命令 那么除了CD呢 后面呢 还有其他的命令 那么呢 稍后呢 再去学习其他的命令 请不吝点赞